但是到现在一天都没带过 在我生活中应该是最美的 2014年10月为了给爱人一个生日惊喜 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朱亚文拿起钢笔自学钢笔画 从此一年365天他每天都会画一幅钢笔画 坚持了三年多 30多年前用铅笔画过一张我的照片 那个时候是画的很像的 因为铅笔可以插的版本修改 但是钢笔是没有办法修改的 一笔下去不对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一开始画的一点都不像 然后慢慢画 但是始终不满意 然后一直到后面 他就觉得画我他有心理压力 就一直觉得画不像 但是最近我觉得画的越来越像了 从第一幅钢笔画作品到如今 朱老师已经画了近2000幅画 人物画记录家人同事和朋友 风景画记录旅行路上看到的风景 画了这么多幅画 朱老师说画的最不满意的还是爱人 我可以把他人画得很像 每次画到我爱的时候 就怎么都画不像 可能有压力 都说婚姻是恋爱的粉末 我觉得婚姻是恋爱的女性 其实生活是比较平淡的 你要什么也从这边 平淡的生活中间 就慢慢就品味他去形成他 2018年是朱老师和爱人结婚第三十年 一路相伴 他们成了彼此最重要的人 在彼此心目中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人 最理不开的 然后我也是不去看 亲情还是爱情 但是我觉得 每天就去看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